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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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包括色 香 味 这些状态 那当然啦 就是说也是因为这几年这些食安问题的冲击 我觉得民众好像也越来越有这一方面的认知 也知道说自己应该花点心思来认识食物 认识我们吃的食物 或者说认识一些食品添加的东西 或者是说在一些食安问题上面多一些了解 所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最好是政府能够规范的很好 能够有规范或者是业者他能够有很好的自律 那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当消费者的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很重要就是说在这样复杂的一个 我们讲危机时代啦 就是吃东西的这个食 危机时代下我们自己应该也要多花一点时间 跟这个精神来认识我们吃的食物 然后还有就是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性的东西 对 因为我发现很多民众他的担心是因为他不认识 他对这个东西 不了解 对 所以他很害怕 他只要一看到新闻 上面讲到食安事情 他就很害怕 或者是说他一方面其实看到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卫福部有规定嘛 就是说你的食品的包装上面要非常非常清楚的标示 对啦 是标示 可是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太认识我 就是看了之后 这是什么 他看不懂的 他可能就开始有些事情 他就害怕 对 可是说实话 因为有一些些东西 比方说食品添加的这样子的一些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为了颜色也好 为了保存洗钱也好 他们真的有这么罪大恶极吗 这些食品添加剂 我觉得食品添加剂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好好的去管制它 但是我们不用一味去反对 就比方说这样很多的食材 它有一些季节性的不同嘛 对 所以它生成出来它可能没有办法标准化 或者是说像一些微生物的问题 对 有些食品你可能不添加一些食品添加剂的话 它可能马上那些可能肉毒杆菌啦 或者其他什么沙门氏菌那些问题 马上就会造成你急性的一个伤害 是 对 那或者是说像一些油品啦 像我们常用的什么大豆油啦 什么花生油啦等等葵花油什么 如果这些油品里面它不添加一些抗氧化剂 它可能很容易就酸败了 是 对 那这样我们可能在使用上也没办法能够很安全的使用 那甚至像一些这个人工的甜味剂啊 对 对 那它一方面它可以降低我们这个食物中的热量嘛 所以有些减重的它可能就会用一些人工的甜味剂来降低热量 那还有说像糖尿病人 它可能需要有一些这种人工的甜味剂 能够让它在享受一些甜食的时候会比较没有负担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食品添加剂 主要是它使用的方法跟它的用量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我们最好是不要说长期的 或者是说大量的摄取 其实我们身体还是有自然的一个解毒的一个功能嘛 对 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重点在我们要管制它 但是我们不用很刻意的说一定反对这样的东西 OK 因为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啊 我工作忙 然后你几乎也不可能天天自己在家里煮 那你自己在家里煮呢 除非你全部都用水煮的 不加任何的调味料 你只要加了调味料 其实就会有这些食品的添加剂 对不对 只是说那个量我们当然其实不会 给量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只吃 你同一种蔬菜 吃太多 吃太久也是会出问题的 对啊 没错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方说讲到油类就好了 因为油品的选择大家可以发现 不管是在超市也好 超商也好 那个满架子全部都是 然后你就可能记得 我记得 比方说小林老师有教我们 可能很多举例了 营养师有教我们要选择所谓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那到底什么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他可能就搞不清楚了 是是是 那这么多种我们怎么选呢 油品该怎么选择 那我们现在 刚刚玉琴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什么 Omega 369 饱和 不饱和 那个其实就是跟它油品的结构上的 它的成分的结构有关系 那不同的结构 它对人体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像什么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它就是属于这个Omega 9 OK Omega 9的这一类的 那它就是属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那我们这边列的Omega 369 它指的都是一些 就是所谓的不饱和的脂肪酸 对 然后像Omega 9的话 它主要就是我们常知道的 这个地中海型的这种饮食 就是有橄榄油啦 是 或者是说像我们的苦茶油啦 芥花油 这种它就是Omega 9 比较丰富的油脂 是 那现在呢我们的饮食很多都是 3跟6它不平衡 对 3跟6不平衡 那3跟6跟不平衡 因为我们刚刚讲 它跟它的生理功能有关系嘛 如果我们的Omega 6 对 它吃的太多的话 它就会让我们身体 有一些发炎的反应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有过敏啊 是 吸血管的问题啦 是 常常都是因为 Omega 6的油脂吃太多 哦 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常鼓励说 或许你在你的这个 饮食生活里面 要加一些Omega 3的这种油脂 来帮助我们抗发炎 比较这个发炎反应 比例上面来讲 其实你就不要 比方说你一个礼拜有七天 然后你可能四天是这个 三天是这个 是这样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厨房里面 不要只有放一种油 应该多种油品搭配来用 对 所以你可能一天用的油 你可能里面 除了我们常用到的像什么花生油啦 什么大豆油啦 芝麻油这些等等 它其实都是Omega 6比较丰富的 对我们可以看到 或者是说你说我因为喜欢高温 对 快炒 可能你会用到所谓的葵花油 高温快炒的话 那个是跟它的油品的发炎点的关系 对 那后面我们可以再跟大家 再做一下说明 就是发炎点这个部分 对 那我们一般常用的油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Omega 6比较丰富 对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 就会有一些发炎反应 过敏啊 过敏 对或者是心血管 会有一些心脏血管的发炎这些问题 所以那像我们现在就鼓励说 也许你在饮食里面 要多加一些Omega 3的油 像是亚麻人油啦 亚麻人油或者是说像紫苏油啦 对 或者是说像一些海藻油 是 那这些油品的话 它都是Omega 3比较丰富的 那就可以平衡我们所谓的Omega 6 做一个平衡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 比方说你用这个来快炒 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来凉拌 对 是 这样子去把它平衡一下 对 我们其实好的油的话 我们是建议这种什么 现在有冷压啦 什么冷离心啦 粗沙的油 它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 而且其实品质比较好的油 我们比较不建议加热 不建议加热来用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华人的那个饮食形态 还是免不了会可能会有点比较 爱羞羞啦 对对对 高温啦 所以就是说可能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那个油品的部分 对 它有分它的起烟点 好 对起烟点 所以如果说你要比较高温来做菜的话 是 那我们可能要选择中温或高温的 像我们现在常用的 像这个什么大豆油 玉米油啦 对 花生油啦等等 芝麻油 它就属于比较中温的 所谓中温就是大概在200度以内 大概你超过160度到200度中间这样 是 那如果你要更高温比方说油炸 那你可能要选择像这种 比较适合高温油炸的 像是椰子油啦 椰子油啦 对或者像玄米油啦 茶油也很耐高温 是是 对茶油很耐高温 那这些油品的话 它就是发益点比较高 那像现在橄榄油 其实选择很多人就想说 对我知道橄榄油很好 可是我要怎么选呢 到底要有extra还好 还是不要有extra 还到底是要什么样的叫冷压出炸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比方说橄榄油 其实像橄榄油的话 它最粗略的分法 大概可以分两个等级 一个就是刚刚已经讲的extra virgin 它就是第一道冷压萃取的 对 出炸的 是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pure的 那我们一般来讲 冷压的油 我们比较不建议说 你高温来做烹调 最好用拌的啦 或者是有时候沙拉啊什么 这些酱料啊 是 来做添加 那如果你要做高温的话 可以选择我们所谓的pure的 对那它就是 可能就是在经过第二道的这个 一些精炼锅的过程 它比较可以耐高温一些 OK好 这个是油品的部分 那当然其实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比方说油的选择 是真的有一些些的学问以外 那当然很多人讲 什么叫做什么脂肪酸 还是饱和还是不饱和 它差别在哪里 好来请教一下 好我们刚刚讲到油品 它的脂肪酸 它可以分为饱和 对 跟不饱和 对那所谓的饱和不饱和 是指的是它这个结构上 它的这个碳链 所谓脂肪酸 它有个碳链 那碳链上有没有双剑 双剑就是表示 它可以跟别人去做 一些化学作用 它是属于不饱和的 是 才有办法有这个双剑 那如果全部都饱和了 那它就是 就是 全部都是单剑的话 它就是饱和了 对饱和了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Omega369 指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那所谓的 为什么叫369 它指的是它第一个双剑 出现的位置 对 了解 对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有看到 我们常用的一些油脂 对 我们刚刚讲说 Omega3跟Omega6 对 它有一些平衡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平常常用的 比方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啦 什么玉米油啦 苦花油啦 对 或芝麻油这种 我们平常常用的 这些油品 它可能是Omega6 会比较丰富 所以我们经常 使用这样的油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 体内的Omega6 会比较 偏重Omega6 这个部分 所以就会经常有一些 一些发炎 你说的 慢性发炎的反应 慢性发炎的一些反应 了解 所以我们才说 那可以增加Omega3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亚麻籽油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Omega3的比例就 在它的油品的比例 就比较高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类似这样 摄取一些Omega3 比较丰富的油 对 来平衡我们体内的一些 生理的代谢 所以其实就讲到 一个重点 厨房不要只放一种油 是是是 那有些人可能就 啊 我是家庭主妇啊 我较缺啊 所以一罐油呢 一定要用到完为止 其实不要这样 对对对 你其实多种的 不同的油品 多样化的油品 然后能够搭配 它的食材 或烹煮的一些方式 能够来平衡 这个Omega3 跟Omega6 那相对来讲 其实很多人过敏 也许都不晓得 原来是油品的问题 油的 是油吃错的 好OK 我们先暂时呢 跟小玲老师聊到 这个地方 等一下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见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所以刚刚我们聊过 就是一般的 这个家庭主妇 最担心的就是 所谓的油的问题 那当然现在市面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油品 那基本上呢 就尽量能够搭配使用 不要只用同一种油 有的适合凉拌 那有的是适合这个青菜 比较高温 对 那另外有一个油的问题 我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我烫青菜 我就是不加油是最好 或者是呢 我这个烫完之后 我再加油 还是说我应该是要 这个青菜先下去 然后再加油去煮 因为免得那个油温太高 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方式 其实刚刚郁琴 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大家现在知道说 油的部分 它不是只是用高温的方式 来做烹调 有些人他现在会用 选择知道说 有些油品 它是适合低温的 对 那其实像您刚讲的 就是说什么橄榄油 那个问题 因为橄榄油它 如果你是出炸冷压的 它就不适合说 你高温去炒 所以可能就是把青菜 这些烫好以后 然后等它烧凉 再来拌 或亚麻仁油也是 这种不适合高温 来做烹调的 是 对 那有些人就是炒菜 他可能很想说 我不要先放油 因为一般传统的这个妈妈 可能说我先放油 我再爆香 然后爆完香之后 菜再下去 那现在有另外一种方法 他就是说 我青菜就先下锅 我等到菜差不多的油再加 这样OK吗 这样OK啊 只要你这个烹调上面 你不会觉得说 前面的爆香没有油 会让它烧焦 或者怎么样的话 其实这样是OK的 对 或者是说 其实我自己啦 我自己会有时候 会自己先做好一些 调的那个酱料 那我在青菜烫好之后 我会就是直接把那个酱 加进去 拌进去就好 对拌进去 然后再加我要的这种 比方说Omega 3的油 哦 OK 其实这样子也是一个道美味的好加油 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着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现在人很多这个大家都会有担心缺钙的问题 那缺钙可能就想说 那我要这个所谓的什么豆浆啦 或者是我用这个奶制品乳制品来补哦 那个牛奶怎么选择呢 牛奶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钙的来源啦 但是实际上要补钙的话不一定说就是光是牛奶这样的一个来源 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高钙的食物 对 比方说像一些黑芝麻啦 是 芥兰菜啦 芥菜啦 或者是说像一些其他像起司啦 他们都是一些就是钙质很高的一些食物 对 那当然有些人会选择用钙片嘛 选择吃钙片 这也是用补钙的方法 对那因为像牛奶的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有些人也发现说牛奶它其实也不适合说一定要喝的很多量 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消化上的问题 或者是说有些担心它里面有些药物残留的问题等等 因为像之前其实大家比较容易讨论到的这个乳制品方面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里面含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动物的用药 就是所谓的这个黄氨剂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 是真的大家必须要很审慎的去考量 它是真的有带来身体上的一些危机吗 因为像乳瘤的话 它必须要经常被挤乳嘛 所以它可能乳房有一些会有一些比较会发炎的状况 对那所以就是说会有一些可以用的动物用药来就是帮他们做一些消炎这样的那个 那黄氨剂它其实就是 它就是一种抗生素 在预防那个乳牛的这种乳房的发炎 那当然了黄氨剂它一种抗生素 所以大家会担心说是不是会有药物残留的问题 那所以在我们的农委会啊 它也会规定说它的这个用药的标准 比方说像我们的黄氨剂它可能就是它的残留量 它可能要规定在0.1ppm以下 然后它如果有用到黄氨剂它可能必须要停药15天之后 才能够再那个挤乳这样子 类似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在我们的一般的牛奶乳制品的一个包装上面 我们看得到这个部分吗 这个部分是看不到 但是其实乳品它要上市之前 它都必须要经过一些像农委会啦 或者是说他们配合的乳品厂的一些集合啦 或者是抽烟这些部分 那抽烟的部分就有包含了像这个药物残留 一定也会包含在里面 所以其实如果只要是在市面上买得到的 基本上它们都是已经在一个标准的一个范围里面 但是我们 当然我们人体会有一个自然的代谢啦 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说 你这个长期来用的时候 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抗生素它可能会有一些抗药性的问题啦 或者是说会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啦 或肝脏啊有些这些负担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只要是在架上的一些乳制品 其实它要上架之前应该已经做过这些检查了 所以其实各位不用特别的恐慌或担心 那当然有些人买乳制品 他可能会看所谓的保存的期限 这个要怎么看呢 是不是日期越近的 越快到期的它越新鲜 是这样吗 对有些民众会有这种 就是这种疑问 我觉得是迷失的 对对对 就是说那个有些孝期比较长一点 有些孝期比较短一点 那是不是会短的比较新鲜 它的这个孝期的这个部分 主要是跟它的那个灭菌的方式有关系 对牛乳的灭菌的方式有关系 那现在一般我们常看到 大部分都是那个超高温的灭菌法 所以它大概保存 可以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大概14天到21天 但是有些乳品 它是用比较低温的方式的话 比方说它是大概70度到890度的话 它的保存期限也许就是在14天左右 那有更低的可能是60度左右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个礼拜的保存期限 所以它的保存期限长或短 应该是跟它的这个灭菌的方式 是比较有关系的 对 所以其实一般民众你应该是要看说 我到底这瓶鲜奶买回去 我要喝多久 对对对 然后可以放多久 看一下那个有效期限是到什么时候 OK 好那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小的农场 就是牧场这样子 然后跟它的来源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这个鲜奶 它是来自于哪里 一般民众如果去看这些部分的话 它跟以往我们在买牛奶上面 是这些农场的来源很重要吗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那个概念上面的一个选择 对 好像之前有一些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乳品的大厂 好像有一些 问题之后有些人会转向说 买小农的那种鲜奶 对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有什么花莲啊台东啊 对很多小农的那个小农牧场的那个 单一牧场的那个鲜奶 就慢慢大家这个消费者 好像也还蛮受到这个消费者的青睐的 对那其实说实在 他们的检验的方法 跟他们就是说 就检验的这些内容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安全性对 卫生安全性来讲 其实都是还蛮可靠的 但是我们可能如果 因为有些人他选择小农的这种 就是小农牧场 单一牧场的这样的一个鲜奶的话 很多是也是有一点是 这种支持小农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那个这个心态下去去购买的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购买 这样的一个鲜乳的话 其实除了我们还是一样要注意它的保存期限 因为牛奶毕竟它是一个保存期限 比较短的一个食品嘛 所以就是注意一下保存期限 那另外你可以去多了解一下这个牧场的背景啦 或者是它这个生产的方式啦 或者它农场的特色啦 这些 那我们知道有些小农的这种鲜乳 它有些是栽配的 那栽配的话可能要注意它的这个栽配的过程 对或你收到的时候你可能要 如果没有马上要喝掉 要记得要做冷藏 对那或者是说你在架上买的时候 你要注意它的一个冷藏的一个条件 是不是有在 比方说冷藏室有没有在八度以下啦 对类似这样这些要注意的事情 OK那这个是购买牛奶上面 那很多人在讲说那我真的要补钙 因为现在人其实大家都怕缺钙 那其实跟你晒不晒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很多尤其是女性朋友在怕黑啊 就不是不去晒太阳 但他们就想说好那我也没有什么乳糖不耐症啊 那我一样也可以喝牛奶这样子 他就喝所谓的全脂的牛奶 但是见不建议成年人喝全脂的牛奶 因为全脂感觉是小朋友在喝的 营养会不会过多 全脂跟或者是低脂 我想大家担心这个脂肪 就是其实我们的鲜奶有分全脂嘛 对还是低脂 对跟脱脂嘛 那主要它差别在哪里 就是差别在脂肪的含量 对 对那所谓的脱脂就是 所谓的这个低脂就是指 它是全脂的这个一半的乳脂肪 那脱脂就是几乎就是把这个脂肪拿掉这样子 对那如果说 你是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一些 比方说热量的考量啦 或者是你有些心血管的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一般全脂牛奶大人小孩都可以喝 都可以 对都可以喝 那营养成分上呢 就是说全脂脱脂或低脂 它的营养成分上面会有一定的这个不太营养的地方吗 主要差别就是差别在脂肪含量 那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 OK 那吃钙片跟喝牛奶呢 当然啦 我们希望说我们吃钙这件事情 最好还是从天然的食物来嘛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除了牛奶啊 豆浆啦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豆腐啦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高钙的食物 那当然你如果没有办法说 在我们一些天然的食物里面摄取的很充足的话 那我想吃钙片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式啦 但钙片大概含量 一个成年人大概一天要吃多少 如果说钙的含量 一般来讲的话 钙的话我们成年人大概一天大概是1200毫克嘛 的一个建议量 那当然你就是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从食物来的啊 或者是说你从这个钙片来的这些 对但是总共就是从这些来源来的话 我们大概一天的这个钙量大概是1200毫克 那我们一般牛奶的话 大概它是100cc大概有100毫克的钙 等于你一天至少也要喝到12杯 差不多嘛 但是其实我们吃的钙不是光从牛奶来啊 我们还有其他的食物来源嘛 哪一些食物其实也是有丰富的钙质 除了刚刚讲的有些可能豆类也有 对豆类啦 或者是说像这个黑芝麻啦 对 或者像这个起司啦 芥兰菜啦 芥菜啦 这些都是属于高钙的食物 好我们先暂时呢跟小林老师聊到这个地方 今天补盖了吗 如果真的还没有的话呢 其实可以借由晚餐 或者是我们的三餐当中 你可以多多少少呢 不管是菜类 青菜类也好 或者是刚刚所说的豆类也好 或者是你说 我就是喜欢喝牛奶也是可以的好吗 天然的食材当中 其实都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价值 我们先暂时聊这个地方 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来聊聊食安的问题 那台湾人喜欢吃零嘴 或者是说 有些人是想说 现在这个电影啊很好看啊 然后只是我们的电视当中 有一些节目啊 然后回到家里放轻松的时候 就想要来包豆干 那这个很出名的这个豆干 那豆干的制品 其实在台湾真的很多 不管有辣的没辣的 或者是说你要做成块状的 或者扁状的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形态 对甚至是这个地方的名产 对不对 那我还记得这个在2014年的时候 其实香港的媒体就爆出来 这个台中非常有名的一家 伴手里的这个豆干 它被检验出来 含有一个所谓的工业的染剂 这个叫甲鸡黄是不是 对 二甲鸡黄 二甲鸡黄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工业上用的东西 会跑到食物当中 会跑到食品当中 是不是真的吃进去的话 也会对人体产生一些 很大的影响 对 没错 其实像二甲鸡黄 它是一个工业用的一个燃料 那为什么会添加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除了这个豆腐 它是白白的之外 我们看到很多的豆制品 豆干或什么其他的 它必须要有一个焦糖的颜色 对 对 我们认知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用焦糖去 去卤制它的话 其实必须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对 所以当然业者他们就会希望 用一个更简便的方式 快啦 对 快的方式 那我不晓得 预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在家里如果自己做豆浆 它会一直冒泡 所以我们就要捞那个泡泡 对 那可是我们如果在业者 他一次做豆浆 他都要做这个可能几十公升 虽然没有办法这样捞嘛 他就必须可能要加一些 所谓的消泡剂 消泡剂就是乳化剂 来做它的消泡的作用 对 那就像我们平常 我们要做一些豆制品的话 我们会用黄豆先把它做成豆浆 对 那豆浆它如果是大量来做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添加这个乳化剂 来做它的消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因为二甲基黄 它就是属于一种 脂溶性的一个成分 所以它可以加到乳化剂里面 它是直接加在乳化剂里面 再倒进去 对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染色 所以对医者来讲 它就会变得很方便 对 它就是一方面消泡了 然后一方面它就是 也让这些豆制品能够染色 对 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 不合法 违法的一个成分嘛 所以它当然添加到 这种豆制品里面是不行的 那对于人体会有什么样 很直接的伤害 过去在一些动物实验里面 是有发现说二甲基黄 它会造成一些 像肺癌 肝癌 或者像膀胱癌 或皮肤方面 接触性皮肤这种 炎的这种一些问题 对 所以目前在各国的话 已经是一个 就禁用的一个食品的添加剂 那目前这个部分是 台湾有被管制了吗 有 这个部分 对 所以它添加了二甲基黄 那就是不行的 OK 好 所以其实 当然其实我真的说实话 你不要天天吃啦 如果你真的有疑虑的话 即使它没有加上 所谓的二甲基黄 你也没有每天吃 所以我们说吃东西 你要避险的话 其实就是多样化 对 对 多样化 然后水多喝 对 多喝水 来帮助这些脏东西的排泄 OK 那当然其实豆干除了刚刚讲的 有可能会有加了 所谓的二甲基黄 虽然那件事情之后 当然我们有特别的 这个严格的把关 对 那还有可能会加进什么样的东西 会让它在整个制造的过程当中 会对健康产生一些疑虑的 我们常看到豆制品还有 就是说被发现的一些问题的话 大概就是添加所谓的防腐剂 还有就是一些 漂白剂 漂白的 对 漂白的成分 OK 对 像这个极二乙酸 本甲酸 或者是像这个过氧化菌 就是我们讲的双氧水 这些问题 那现在这些有被管制吗 因为一般我们倒比方说 那你如果是到一般的超商 可能稍微可以看得下标识 对 但问题是在一般的传统市场 一般的传统市场 我们偷看它都整地 整包的都在那些 那也没标识 怎么判断呢 对啊 因为像这个黄豆制品 它就是属于高水分又高蛋白 对 所以我们喜欢吃 这个细菌也很喜欢吃 是 对 所以它为了要让它的 这个延长它的一个可能贩卖的时间 或者让它的卖相会好一点 所以有些它就会去添加了一些 这个防腐剂啦 或者是漂白剂 那其实防腐剂啦 漂白剂这些东西 它是不能够 像那个防腐剂的话 它是不能够添加在豆腐类 但是一些其他的豆干 这些豆制品 它是可以添加的 对 那另外的话像漂白剂 像那个果氧化氫 双氧水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被添加 但是它不能够残留 你在最终的这个产品里面 它是不能够被残留在里面的 对 那现在常常我们验到的就是说 它可能有残留 或者是它违法添加了这样子 所以一般民众要怎么样来选择 如果他又喜欢豆干 因为现在其实 台湾吃素的人口很多 那当然它也是 我们说豆制品 它是一个高蛋白的来源 然后就是说 它已经是素食者了 它必须要吃这些 然后但是真的又碍于 台湾大半百分之九十 八九十以上的黄豆来源 其实是进口的 对 那怎么选呢 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添加以外 又有基改跟非基改 对不对 对没错 我觉得现在人当然想 光吃一个豆类 光吃个豆腐 光吃个豆干 会吃出这么多的问题 民众应该怎么办 之前好像有在 很多的一些什么社群 LINE的群入上 常常看到人家讲说 怎么去分辨什么基改非基改 从外观来分辨 要黑一点 对对对 其实没有 不一定 对这是不一定 你没有办法从外观去做分辨的 是 对那现在我们 当然我们的政府也 就是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基改的 就是所谓你用基改黄豆的话 必须要在产品的标识上做标识 那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价钱去判断 对如果说一般 如果说你喝到的可能是一杯 可能15块左右的这种豆浆 大部分都还是基改的黄豆去做的 即使它的店面拉了个红布条 告诉你说 本店采用非基改黄豆 非基因改造黄豆 请安心饮用 有没有 你还是要考虑一下 对啊 不太可能 最好如果它能够有其他的证明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那样的只是它一个宣称 那你没有看到一个 这个能够足以证明这件事情的话 你还是会让人家挺担心的 好那当然其实还是有一些些方法 可以教教大家 如何在这个 就是你要去选择所谓的豆制品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方法 那可以来请教一下下这个小杨老师 要怎么样来教大家 对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他们也许就是有一些 这个比较不肖的业者 他可能会加了一些防腐剂 或者是说一些漂白剂 对 那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你在买这些豆制品的时候 一方面你可以先去闻闻看 它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味道 对一些刺鼻 如果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它可能就是有添加东西 对而且它的量可能会 就是我们会比较担心超量的问题 那看它的外观 比方说像二甲鸡黄的黄 它就是会跟焦糖的那种黄 是不太一样的 对它可能是会比较鲜黄色那样子 对那另外的话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防腐剂啦 或者是说一些漂白剂 它都是溶于水的 是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让它泡水 大概泡个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对然后那个水就不要用 水把它倒掉 把它倒掉 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就是预防 就是避免这一方面的伤害 那另外就是说 你要煮之前啦 你也可以用水 先把它洗过煮过这样子 先烫过一次 烫过一次 对烫过一次 沙子盖 对沙子盖 然后另外就是说 煮的时候啦 我们就是能够不要盖锅盖 让它能够挥发掉 是 对挥发掉 把那些 可能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把它挥发掉 另外的话口碑也很重要啦 有时候我们可以打听一下 哪一家的东西是比较好的 比较安全的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跟店家多聊聊说 你们的来源啊什么的 有时候它就会告诉你一些讯息 那这一方面也是可以我们做一个 在选择食物的时候的一个参考 所以其实真的要提醒 有很多的这个食品的业者 我真的说实话 因为吃这种东西 真的是 有益健康 或者是有害健康 就选择 这个真的就在于业者的良心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说实话 如果您自己本身是做食品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既然是吃进去肚子里面的 是影响人家生命的 所以真的拜托 先拜托一下 宁可你真的量少一点 沒關係啦 但是就是你品质稍微过 因为现在消费者也聪明 他也知道说一分钱一分货 东西过度便宜 有时候你真的再漂亮 他可能也都会有一些疑虑了 所以还好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资讯的节目 或者是有很多的管道 是大家可以去查询的 对不对 好 那当然这个豆制品 大家可以稍微真的看一下 因为我们台湾吃豆类制品的人口 真的太多 真的很多 那有些人可能讲说 那到底我在这个豆类 我知道它也有蛋白质 它也有钙质 是 那到底是这个黄豆好呢 还是黑豆浆好呢 还是牛奶比较好呢 在钙质方面呢 其实当然如果说 你单纯用钙这方面来看的话 当然牛奶它的含量是稍微比较高 但是其实像牛奶啦 豆浆啦 或者是像黑豆浆 它们其实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是 对 那有人会说 那豆浆跟黑豆浆到底哪个好 那其实黑豆浆的话 它其实就是 因为它就是等于花青素带的含量 就有比较高一点 所以可能在抗氧化方面 它就可以有更好的 多了一点 对对对 这个不算 OK 还是靠民众自己去判断了 那基本上有很多的食物 其实都可以来做补足 只要你不要单一食物 吃太多 吃太久 其实人体还是有一些自愈的功能 好 我们先跟小林老师 暂时聊这个地方 等一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继续来关心吃的问题 那当然其实每天都要吃 对不对 我们都说这个一餐当中 尽量健康的五蔬果 那我们接着下来 我们来聊水果的问题 然后之前呢 曾经就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外国的观光客来到台湾 那其实观光客来到台湾 其实最有名的 大概就是去逛夜市 是 我们的夜市的小吃 从第一摊 大概不用吃到最后一摊 大概前面五摊你吃完 大概也饱了 对不对 选择多 然后又非常的丰富 然后台湾其实吃 在地的一些小吃 其实都很好吃 那他就去买了这个水果 那我们这个 这个斗大的字写 包甜 有没有 不甜退我 有没有 对对对 不甜退费 他买了莲物 对不对 莲物其实真的好吃啊 对不对 而且特别甜 在夜市买的特别甜 对又是当心 好甜好甜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甜 结果后来才发现他加了一些 不该加的东西 对 他加了什么 他加一般来讲这个夜市的那个水果的话 他通常就是加甜精或糖精 对那为什么会添加 当然就是因为增加它的甜度 对 那不过这些像甜精 糖精 它是不能够被添加在新鲜的水果里面的 它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 是 对但是我们一般像蜜饯啊 这些东西果干啊 它可以添加 但是新鲜水果 它是不能够被添加在里面的 对因为我们吃新鲜水果的量 对 是比较大的 对 而且我们是经常的食用嘛 对 对 但是一般我们蜜饯啊 果干啊 可能只是当个零嘴 我们吃的量不多 对 偶尔吃或者是吃的量也是少少的 是 对 所以后来他发现的这个东西是 其实是不能添加在新鲜水果上面的 对 而且我说实话 台湾的水果已经够甜了 是 对 然后甜还要再更甜 所以其实甜味剂 我们也会担心 所以人工的甜味剂当中 其实它含有哪些 比较对人体有害的东西 是会直接影响到的 我们现在的人工甜味剂 大概有分几种 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在水果里面添加的 可能就是像糖精啊 或甜精 是 那它的甜度 比方说为什么会添加这个糖精 因为它的甜度是蔗糖的三百倍 所以它只要一点点 它就会让水果非常的甜 但是我不晓得 有没有这个观众真的去吃过这样的 就是被添加糖精的这个水果啦 它吃完以后你会觉得那个脆味 有点苦苦的 真的吗 对 会苦 对 但吃完你会觉得 好像嘴巴会有一点点那个带苦的味道 这个可能就是它就添加了那个糖精 是 对 那甜精的话 它大概甜度就是 这糖的大概三十倍这样子 那过去的话 它曾经有被发现说 它是癌的促进剂 哎呦 对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 它是 如果你添加甜精的话 必须在这个标示上 做特别的精育 但是后来又发现 这个是在动物的实验 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但是在人类 因为人类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组织 是跟这个小老鼠是不太一样的 是 反正在人类身上 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后来我们就 取消了这个精育的标示 所以现在我们 这个添加甜精的食物 我们也看不到这样的精育 好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下 另外还有 除了刚刚讲的糖精 甜精 这几个也是我们经常 有可能会碰得到的 对对对 像阿斯巴廷 我想大家也是 蛮耳熟能详的 有听过 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 糖包 或者是说像一些 这个碳酸饮料 像可乐类的 对 它有现在有什么 低卡 或是热量的 它里面就会添加 像阿斯巴田 塑黄内脂甲 或者遮糖素等等 那像很多人会担心 阿斯巴田的问题 之前也一直讲说 好像阿斯巴田 好像会有一些什么 致癌性 什么的 所以其实像这些的话 它都有一些 我们所谓未讲的 这个安全的剂量 那比方说像阿斯巴田来讲 它如果说我们换算成可乐的话 你一天大概要 喝大概加价20瓶吧 你才会到 到你一天 可能就是说 安全用量的一个程度 所以只要你平常 你只是酌量的喝 或者是也不是常常 偶尔喝的话 其实我们不太需要 很担心这样的问题 对 OK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就像我们说的 你不用这么的严格禁止 但是说也不能过量 绝对不能过量 因为你想想看 甜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 现在除了一些罐状的饮料 碳酸饮料 这家手摇杯里头 是不是也常碰到 手摇杯的问题可能 更大 更大 因为它加的是 所谓的这个玉米糖 这样的果糖 那果糖 它跟葡萄糖的代谢路径 又不太一样 是 所以它会更快地 转变成我们的 这个血脂肪 所以很多的这种 血脂肪或新陈代谢的问题 都是跟我们就是 现在发现是有跟一些 就是喝手摇杯 里面的这些 那个玉米糖 这样的果糖是有关系的 但现在人好爱喝手摇杯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不管能够公司 可能真的在 这个同事 这个中午可能要订个便当 对 开会也喝 一定要不要来 对 下午茶也喝 对对对 谁谁谁请喝饮料 好开心 有没有 大家来点 那就算它选择 所谓的低糖或半糖 其实它的糖分 还是很高 还是很高 对 还是很高 可能是比你预期的 还要高的 那所以其实手摇杯 是不是真的 比一般的 所谓的这些饮料 我们还更加地 希望大家不要 那么长去喝它 对 真的 真的 手摇杯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很多 这个儿童 或青少年 或者是 其实像很多年轻人 现在也是 都喝蛮多 这个手摇杯的饮料 在你们临床的个案当中 有没有碰到 因为这个喝手摇杯 喝到真的出问题的 有啊 像有些那种 我曾经遇过那种 三十几岁 对 就所谓有代谢症候群 对 那他觉得 他的饮食都很注意 正常 对 很正常 然后他也尽量 就有按照我们 给他的一些 建议的这个吃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 六大类的食物 该怎么吃 对 该怎么控制 对 可是后来才发现 他就是很爱 喝手摇杯的饮料 那手摇杯里面那个果糖 确实就可能造成 他的体内的三酸甘油脂 就产生这种 他没有办法降下来 对 那就是会衍生 所谓的这个代谢症候群的 这些问题 才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他一天喝几杯 有就贪酒这个问题 一天我这样子看起来 他一天大概 至少两杯吧 两杯 你知道现在手摇杯 不是只有膏啊 现在有手摇杯这么壮啊 对对对对 有那个什么700cc的 对对对 不止500cc 就一次来就这么壮一杯 有没有 然后就是这么一桶 真的叫一桶的手摇杯 对 而且我觉得很可爱 很多人都认为说 我喝半糖或微糖的 无糖 对 微糖 微糖 他就觉得 他就喝得心安理得了 是 但是其实那个累积起来的量 是非常惊人的 这怎么避免呢 这个是这个要劝劝大家 这个稍微控制一下 自己的欲望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 也是一种饮食习惯的养成啦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 如果你现在喝的是半糖 那也许你就慢慢从微糖 然后慢慢能够 慢慢减 这个不含糖 对那或者说你自己准备饮料 对 对准备饮料 自己现在我们 其实我们饮料类的选择 也非常多啦 是 对那甚至于现在 有很多的饮料 还有一些功能性嘛 那所以就是说 真的手摇杯这个部分 真的可能大家要稍微做一下截止 稍微控制一下下 它真的是现在很多营养师 一直在劝大家 尽量不要喝嘛 但现在人还有另外一个习惯 就很爱喝咖啡 就是说你可能动不动 可能这个便利商店啊 然后几点啊 对 然后就喝咖啡 喝咖啡没关系 但就是会加一些有的没的 你可能会加糖 或者你会加奶精 凡是脂肪等等 就加进去了 那有传言说喝绿挂式的咖啡会致癌 是真的吗 这个新闻事件应该是说 指的是那个挂耳式的那个 外面的那个绿带 对那绿带 那绿带的话 除非你是所谓的棉 棉质的棉绿脂 它才可能 那棉绿脂也要 品质不是很好的 然后它因为棉的嘛 所以它可能这种 它的韧性比较不够 所以它可能要添加 我们讲的这个 环养绿饼碗 这样的一个成分 在里面来增加它的韧性 那这个的话 它经过冲泡 它就有可能会释出 很微量的 这个三绿饼耳醇 这样的一个致癌物 对那 可是现在市面上 大部分的这个挂耳式的 这个外面的这个绿脂的话 大部分都是不止补 其实棉绿脂的 几率是不高的啦 OK 那如果说 现在有很多的 像我就曾经去买过 它可能就是 要你自己DIY 就是它是 它是 那个也算是棉绿脂嘛 它就是一落这样子 然后就一包一包 然后你如果 比方说你要加玫瑰啦 然后你要加什么红枣啊 枸杞啦 然后你就把它装一装 然后去冲泡 像那样子的一个材质 其实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因为它是日本进口的 那这个安全吗 现在如果说 你是能够看到整袋的话 通常它在这个袋子的外面 会写一下它的材质 对 它是不脂布啦 还是是棉的成分啦 那如果你是自己 在家里用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烧烧看 哦 烧它 对对对 如果它是那种棉的话 它其实就是会有点像 我们烧那个纸的那种 那种味道 对 那如果说是像 不脂布啦 或有些是那种 PET的材质 那种它不叫塑胶类的 那你其实那个味道 是不太一样的 对 OK 所以自己可以在家里 稍微检查一下 对 检查一下 稍微检查一下 不过刚刚回到我们的 这个甜味剂 还是尽量请大家 甜味剂少碰 然后如果真的要喝的话 其实你只要量比较多 对 其实都还好 那基本上 其实手摇杯的危害 可能更加严重 要特别注意 特别要小心注意 越来越来越热了 真的 要半糖少糖 尤其是现在手摇杯 这么大一杯你想想看 你说我都不喝水啊 我有喝水啊 我喝都真喝 手摇杯的一大杯 真的还是建议大家 多喝水比较健康一点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小林老师 来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东西 但是呢 吃进去的东西 真的很重要 所以其实现在呢 麻烦各位 有时候这个网络其实很发达 手机不是只有拿来抓宝跟玩游戏 有时候可以Google一下下 到底呢 你看到的这些食品 外面的一些添加的东西 它是成分是什么 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 自己稍微做一下筛选 最重要还是吃食物的原貌 是 多样的社区 多食物 少食品 多食物 少食品 然后多样化 多运动 多喝水 身体还是很健康的 谢谢小林老师来分享 谢谢你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观众 还有您的收看别忘了 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我们的生活快乐 我们下次见 拜拜